尊敬各位嘉賓、尊敬各位同學 你們好,我今日的講座有人問我 是否寫錯了一個字,是否同舟共濟 真的,我原本都是想說同舟共濟 但是因為經過了一百年,我覺得我們共進多了些 所以我的題目就用奧教師同舟共進 實際應該是同舟共濟與吉同舟共進 希望大家有甚麼好的意見給我 讓我以後去講的時候能夠更加豐富和能夠克服一些缺點 我前面很多章是會很快的,因為大家都能夠識看 我先先就想了解一下,在座的有幾多個人是在澳門出生的舉手 我都不是,我只是做過示範,很少數 在澳門受過教育的不用說,澳門大學的學生就不要舉手 除了澳門大學的學生之外,在澳門受教育的請舉手 因為一百年,我相信這裏沒有一個人經過這世紀初 我都簡單跟大家一起回顧一下澳門的歷史 澳門的歷史簡單說,前面二百八十年,是蒲國日 在澳門借居、租居那個時候 後來他在強戰之後,是屬於他侵略的成績 我這裏要講一點就是,當時他借居、租居的時候 我們澳門的主權是完全在明清政府身上的 並不是我們大家和他分開各自本錢 我是不同意這個所謂分治的觀點的 是在我們的主權底下,我們容許他在他居住的地方 是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主權是完全無損的 我們中國的主權無損的,在強照期間 雖然紅國人始終都希望合法地取得他的地位 但他經過很多手段,結果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也有一個觀點就是,他在某一個時期 已經取得了永遠居留和管治的權 我亦都不同意這個觀點,為甚麼呢 因為他一邊就去談戀,一邊就去擴張 水陸兩線去擴張,我們中國人始終都是以外刺激的國家為主 所以跟他很多磨擦,不斷頂住他 最後那個叫做中袍和好通商田約,簽訂的時候 說明何時才生效,是陷屆原北才生效 但始終陷屆都無法完結,是他自己想要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協議始終未能生效 所以他始終都沒有得到一個合法的權 有些人或者他官僚和我不相同 就說他已經取得這個權 我始終和另一部分的學者是不同意這個觀點的 到1979年的時候中國建交了 由那時候開始,蒲國人說不給你了 我們中國話未有準備,結果我們容許他代管 我們就進入了第四個時期,就叫做代管時期 中國和蒲國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 在1987年4月13日就簽訂了,我們就進入了這個叫做報告期 如果計一條數,蒲國人真正統治澳門應該是150年 所以我亦不同意這個觀點,蒲國人管治了我們400多年 而且這個觀點蒲國人自己都反對的 黎祖智先生都親口說我哪有400多年了,沒有啊沒有啊 我覺得這些歷史的觀點都值得大家去關注 我們的中環關係有一個很巧合的,1910年10月5日 是他們推翻了一個封建的統治,建立民國 我們又建立民國,所以當年我們是互相祝賀的 但是那個雖然是互相有祝賀,但仍然是實行殖民地的管治 我就要開始講到這個教育問題了,雖然蒲國人在澳門 是取得了這個管治權有150年,但是它始終在教育問題上 是跟香港所採取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我們中國的中文學校 和蒲國在澳門辦的蒲文學校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辦的 都是跟自己的文化一脈相識的,所以如果講100年前,澳門的 在未曾開始這個新的教育之前,我們一定還是有書屋 學屬這些教育的封建教育的,現在大家去到 看看有間叫黃東藥書屋,因為我們時事宣傳很多人去看 我們以前讀書人就分兩類,有錢人就會請老師去自己的家教 或者窮一些時候就在廟宇裏面去找一個熟師來教附近的小朋友 有錢的子弟都可以連年都想辦法去考試,鄉市等等都要做 澳門現在還有一個牌表叫做父子登科,是趙家大谷那邊 現在應該是在趙家大谷那裡進去,我都可以幫我拍照 又因為很多人去拍照,所以現在又不給人 當時還是開放給一派喜歡中國的人進去操練一下 我們拍到的照片,有父子登科,下面有一批人在談琴 很多人在師俗那裡讀三幾年就算了,澳門的徒人的教育 就跟當年他們一樣都是屬於教會的教育,因為他們是天主教為國家的 最出名的當年就是聖保陸學院,後來有開放基督教都來澳門拜學了 所以剛剛蔡高學校就慶祝了一百週年,其實有些人那晚 看見江蔡高學校都要跟我們一起聊,有每百年,我有啊,那間幼兒園,有儀美德醫生 辦一個幼兒園,開始是有的,即是說基督教教育在澳門已經有一百年的徒史了,所以澳門就成為一個多元格局的分散, 這個地方,1910年,當時澳門只有七萬多人,澳國人是百分之二,華人長期以來在澳人的殖民地的本質底下,一定要團結,一定要愛國, 所以就扮了很多社团,不过没有今天更慢那麽多多十个 而且婆共政府也不容许你扮太多的团体 譬如中华总商会要扮澳门批准拿一句租位,可以扮京取代你 继续努力,不知其中还有没有咖啡钱,四年后才会让他再次成立 所以澳门的地方有些人不知道,特别是1967年后来澳门的人 完全不知道过去的历史,1967年是一个大的转变,一会儿我都会讲读 但澳门最特别的地方是什麽呢? 有新的进步思想都要站不住脚的时候就要走来澳门了,所以也都成为澳门有很多自由思想的空间里面 澳门有些革命的人人志士在这儿进行的活动,而且特别他们在这儿扮学 澳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先进的人民,而且那种先进性是达到全国高峰的,好像郑观应,孙中山,康有为梁啟超等等 他们的子弟来到澳门的学校都培养教育了不少好的学生 所以有人说澳门学生好像挺爱国那样的,你看看这个传统是很根深第二的 所以我都曾经在北京讲过一个课,就是澳门人的爱国,这个根深业谋 也都培养了很多维生思想,民国革命的思想,而且他们在澳门甚至成为革命的一个基地 中国很多先进的活动,民间的活动,在澳门都有热烈的响应的 所以很多人只是来看澳门,觉得那些汉奸走狗,那些人的烧金窩 但是他又看不到,这里是有很多进步的活动 我在这里一一讲,请大家跟我一起同温这些这样的历史 我们知道我所讲的那个背景 到底在这个年龄层里面的教师他们是怎样的呢? 刚才我都两个讲过有些熟师,不穷教学 我现在尋访到一个熟师,就是在监管异学那里挥脚的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很穷困的,你问不穷教学呢? 现在澳门还有,我认识他的学生大概还有两个 一位是莫华基,另外就是一间学校的校长 他们都是很小的时候送去那里读过,读过生事经,千字文 这个就很穷,如果真的有钱的呢?那些教师呢? 就可以去那些大户人家那里,实际都是等于家博 哦,那还有一部分呢?那些大户人家有钱的鱼商呢? 他们呢?就是带上那些子弟出海的呢? 带上那老师呢?在海上面呢?进行教学的? 这个在教育室里面都有照片都有这个文章的? 大家看不看呢 概括一句就是疑窮教学 至于在大陆下来的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又怎样呢 更辛苦 因为他们承担的外国宣传工作还是很辛苦 再加上他们又要尽身尽力来教育学生 所以他们亦是在清贫生涅中进行教学工作 现在我就说教育团体成立之后 澳门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命运和奋斗 就有了揭开新的一业 当时中国爱国运动风起盟涌 很多爱国团体纷纷成立 很多教育团体也成立 这是一个教育团体成立的运动 大概由1902年一直到1919年到珠海都成立了教育会 澳门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那批比较先进的外国 也集中起来进行一个团体的高速 当然过程都是很复杂的 因为澳湖政府一不喜欢这些知识分子 去走过一堆加弱团结 他认为对他没什么好处 但是经过了很多努力的时候 最后来在1902年9月14日 终于这个社团成立了 当时会长刘瓦郭神父 我有专门的文章介绍这位神父 这位神父是很突出的 他说澳湖第一个熊伊主教 但是他非常爱国 他的音乐是非常好的 亦都是为国振国 这故事今天不能够展开国 另外一位是梁艳明校长 他是同盟会的会员 孙中山先生是亲自祝托他 回到外国好好的团结知识分子 开展外国的活动 所以他两个都是非常好的 中华教育会最早的灵责 当时他的章程等等完全照顾 1902年蔡元培先生 建立中国第一个教育会的章程 在这里我不再跟大家讲了 我刚才也提过 当时的人数人口很少 到1902年上升到8万多亿 到1937年上海就有很多上海浦桥 就要走回澳门 加上澳门历史上浦国人最多的 都是只有百分之九 以后就逐渐减少了 因为这批浦桥都去回湾浦国 或者去到世界国境 1921年的时候澳门公布 全澳门的中小学一百二十五间 其中官校是十九间 实际上浦人读的是两三间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圆寻的 那私校一百零四所之中 其实都是私校 不过天主教学校 就得到政府的支持比较多 所以现在看回天主教学校的校市 都是比较阔晨一点的 当时学生的总人数都是五千多 男生多数女子教育都是全靠 这些先进的华人来开华人 在历史上 从来华人都不多读官校的 因为他不教英文 浦语就必修 因为浦语的出路是比较差 而且你就算认浦语也好 你读到六年级 浦语程度差不多是一年一年年级 所以都没办法做中级的公务员 都是做低级公务员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百多年来 官校的学生都是很少的 所以他无国人好像很灰心 这些教育 你这些华人好像跟我们都很禽离 所以他对华人的教育 就采取杀手不管四的词 这四词不是我讲的 但是讲得最多的是我 讲的是谁呢 是当时的郑牧师黎祖智 黎祖智也好 林以图也好 林以图是立法院主席 他都讲了很公道的说话 就是曝国人不负责任 杀手不管 他说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华人热心教育 他去澳门的文化程度都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麻烦了九十几个华人 其实澳门不少学校都是不收费的 或者半收费的 或者是只收茶水费的 所以教师普遍的收入是很低 如果我们讲做义工 我说我们澳门教师 在九十年代差不多有很多都读是半义工 我都是 我做义工 我在教育界做义工 我相信我都做了一大半小 当年学校的规范很小 我计算出来平均每间学校四十四日 你叫那个校长怎么样来承担 那个教师的薪金合理化呢 没有可能 所以大家一起熬 好在校长的收入都是这么少 所以就变成了大家同心合力 为教育事业做一些局限 所以中华教会成立之后 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关心会员的生活 但是要扭转不穷不教学这个宿命 很难啊 这个宿命是谁啊 不只是澳门人啊 香港就扭转得快点 就是广州解放后 一直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才开始的 呢 提出这个声音 所以呢 奥本教师子熬 verk outstanding 是平穩的,因为凡是做教师,你都预了自己为教育事业作出奉献 但是教育界又不断地在发展教育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在成立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就开办这个学校 梁耀明校长也是鼓动了莲峰庙开了学校 一直开到现在,他这间学校就要纪念一百周年 因为我前日还在他学校跟他们一起工作 梁耀郭神父也在望德堂区认为一间学校是救世心学的 大家都继续去推动,另外又推动的学校又认为医学 又认为护士学院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讲到这里就作为第一个阶段,想大家想想想 在那个年代,我们教师的思想情操和他们的生活处境 我相信大家在岛里都有一个懒惰 这个就是陈子峰律师,他是康有黎的弟子 他在澳门有很多新的措施,他收的女学生都没有出名了 陈子峰律师,是六岁常收的,是第一个女学生 是第一个女学生,那时候我们全中国都没有生日的学生 在澳门首先开始男女同校,下面这个就是廖凤基老师 他信奉基基督教的,他说美国哪个大学呢 他在广州办了越华中学,然后搬到澳门续办 这间学校是先扮中文系的,不是有些教育家说错了的 不是先扮女子的,是先扮男女的,后来就全扮男 后来他就回了国内的时候,交了给持佑会 天主教持佑会,持佑会就改为男中,一直到现在都不收女者 但是呢,有一个历史也是,很多人都追查 最近他的后人都来追查,那我就跟他开了股 他在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界 但是当年呢,汪精伟就动员杨盗仪校长,翻开南京 帮助他搞汉奸教育,执讯中学在澳门就是这样 爱国的先生就留在保护自己的合产,他只能带少数人走 日本人占据香港,准备在澳门大开拳脚 于是日本人就对他进行威迹利友 希望他坐下他们在澳门,又搞这个活动的声势 他为了热爱自己的总局,他就脚身回到中国 后来在放后,有一段时间他再在澳门,在澳门因为车祸而丧生 当时澳门有四大团体,什么活动呢? 四个团体一起来含头,中华总商会,镜湖慈善会 中华教育会,中华教育会起来含头,在这个过程中起来含头的作用 在抗日期间澳门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可以说在抗日的战争期间 澳门人是无愧时代的,是写下了光辉的爱国的一页 在这里又不展开说,但其中有一些活动是很值得我们还见的 澳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澳门人一起救济南包 澳门刚才他说过,我们听了八万人而已 最后去到抗战初期只有十二万人左右,越来越多 多到最后据说四十万人,特别是香港淪陷之后澳门就住到 下面是猪,上面是人,这样晚上睡觉 我最初来到澳门的时候,大概是三百年半生下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租一个下湾街的毛巾厂的厂房 七八张厂,四家人住在一起,就是这样 晚上吃一个老鼠,由到我的枕头我都还有记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澳门人就靠那十几万人能够救济南包 约四十万人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教育界呢,教育界呢,当然是救济失寒 可以做到没几多人失寒的,这个都是在抗日时候重大的贡献 什么时候开始抗日呢,1932年9月18日澳门人 新闻界首先开始就参与抗日工作 因为当晚他们的新闻就工作了,澳门教育界哪日呢 现在十九日开始,不是九一八,是九一九 我们就已经一马当先,在全澳进行宣传 到礼拜日的时候呢,还带上学生,出了关责 向附近的这个洞门进行这个宣传 告诉你们听,国难当头,大家要团结一致 当时从中学的梁耀明校长呢,他呢 就因为是错会的成员,也都是呢 当时起模范大头的作用,一直呢 是推动全部的抗日的决动,我们可以说呢 我们从宣传是不违于力,当时呢 曾经呢,宏汉学校呢,她这个 这个郑菊怡校长,是陈子鲍先生的同学 也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就写了一篇 叫做宏汉全体学生,致二勇军书 这篇文章嘛,是北京,有位学者说 怎样只是澳门人的爱国的材料呢 应该成为全中国的爱国的教材 我们就听他几十年后的学生故意给我们听 我们都是北陆回来的,这个在我的著作里面都有的 当时啊,就在十一月而已,我们能够开一个万人的大会 因为一万人报名,澳门没地方开,结果要坐船去对面海 所以,借一个地方来开这个大会 我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听到人告诉我 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在十一月能够开到一个万人的抗日的大会 而且这个会上,捐款踊跃 有些人捐半个月薪,有些人捐一个月薪 有些人承认了长期捐款,捐到胜利为主 这些爱国的情操,我们今天听到都觉得很值得我们学责 所以澳门人的那个爱国光明的传统精神 的确是值得我们宣扬和领记的 那时候的人口大概是十五万左右 有一万人去开会 结果呢,二千人在岸边上不到船 八千人去开会 那这个记录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教育 那中华教育会呢,从九一八开始 坚持十四年,我们都成为宣教的先锋 而且私生都能够看盖激爱,捨身报告 在三个战场都有我们的牺牲 也都带动澳门各界的青年 现在纷纷是到了祖国抗日的第一线 那个时候呢,大家有很多读书会 司长是比较先进的 所有镇制冰灾呢,虽然学生的钱是最少的 但是呢,热情也是相当高的 很多个活动,教育会呢,都是演讲啊 派同志军维持秩序啊,出谋献策啊 都做了不少的工作的 所以,到后来呢 日本人,汉奸,走狗,合谋,杀害的第一个人 就是中华教育会的会长,梁献明校长 这些历史呢,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这些历史呢,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在每一个过程中呢 澳门的学生都是极其积极地参加的 譬如陪正中学,他的学生呢 有两队都是戏剧队 利用暑假呢,一直宣传到内地的 另外,有很多学生呢,又去到乡下地方 特别是这个出了关节之后呢 那些乡村呢,要进行这个宣传 直接参加前线的作战的工作呢,是非常之多的 那我们两件事,一个就是救济万堂深远民族的未来 一个呢,就是这个英雄辈出,都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传统精神 譬如说,我经常都要讲的,我们的学生能要血产一场空 他已经一次呢,在这个飞机上面受伤的 一只左臂都不能够这个动动的 但是他苦练,这个同上难天,最后又是血产一场空 我们有一个李福吴,这个叫教头 就是史山,史山这个体育会的教练 他也都在这个129海战里面抗击 智勇相传,抗击这个日军 我们姓罗山英文部的女生,王宽少 去到这个田面铁路那里,是做这个户士 即为这个陀丰天使 姓罗山,中文部的梁铁,他三次出生入死 今天可能就是唯一生存的,在这里 一个老师廖平子,自己一个日长期坚持 出一份杂志来宣传抗日 刘马国神父就做了更多外国的事情 第一个是谁呢,我相信我不说你们都知道 已经说了 第八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大堆人 这堆人是什么呢 是专门参加五桂山游击区的 但是有这个,2017年的时候 跟我一起去主持这个活动的时候 李承俊社长当时呢 他还是唯一的,他曾经去过,他曾经留在澳门 现在他在那年的十二月就去世了 那时很少中学,更少高中的,我们有些高中毕业生大家都立即去参与的 也有很多教师,其中又有教师又有学生 所以十四年的艰苦却绝的反侵略的胜利 是丫片战争以来,我们百年无用,得与世说 那我们澳门呢,澳门的爱国青年,爱国的教师 跟哪一个同舟共俊呢 我们不单止跟全中国人跟同舟共俊 我们跟全世界人一起同舟共俊 唐德江教授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性质是不同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利益打起来的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 特别是因为有了中国人抗战这一场 我这一场十四年的艰苦的抗日 反侵略是正义的战争 而且呢,我们的胜利之后 影响到全世界大多数的地区都能够起来 反对殖民主义,纷纷独留 所以唐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有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令整个性质都不同了 评价很高,我们都愈有利益 好了,新中国成立了 中华教育会有一次很特别的会议 就是在11月13日 请大家记住日子 11月13日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会议大会 这次会议大会很特别 全澳门所有的报纸都大天风来报道 事前预测,事后报道 那个报道我看过了 因为他们更详细过中华教会的会议记录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呢,就因为选了很多 他们说很多左派人士出来 那以前又有人说,人多派人少 就把中华教会就抢了 我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 这个梳理 我觉得不是的 为什麽 因为人事的字 变动是三界的变动 三界里面加起来 外国的人士 拥护共产党的人士都未够一半 仅仅够一半 少一个 够人更多了一个 但是在那些会员里面 又是三年截变 那些人的思想截变 变成外国对国民党失望的截了多数 所以在一九五零年 一年后 我的会刊有一个结论 在全澳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配合下 在积极分子的宣度下 在大多数会员同仁的歌悟下 澳门中华教育会就高举起五星红旗 追随祖国 随着一个课向前进 所以我们这次又同舟共进了 又同全中国的很多爱国人士 一起是前进的 所以我们很深刻的体会 人心向背 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新中国成立的新峰 在二十年代初 澳门真的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 第一 成立很多新的爱国团体 而且这些团体呢 他的工作是怎样做的呢 因为初初成立都没什么力量的 现在你看到澳门这几个团体都很有力量 但是当时不是的 没有钱的 人力也没有的 很多东西都没有的 但是我找到一份中华教育会的会议记录呢 就写明每个月都要派一个代表去开几个团体的联合会议 多数是四个团体 工联 苦联 学联 加上中华教育会 大家互相报告 我们要做什么 一起做吧 我们要求学联就这个助学金 人人去帮忙 四个团体一起做 去找中华总商会五个团体 因为他最多钱 三百妇女节 妇女行头了 我又齐齐轻足 六一年同节 中华教育会担大旗了 由一齐去做 五一劳同节当然是工联做 但我们教师都是劳动人民一份子 由一齐出力 所以那时候他们做了很多事 在这里很多题都不讲了 只是讲办行这件 先讲了特牌林师傅 其实先讲办行都不重要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来办行 特别禁运期间 也有很多人失学 通戒小孩都是失学 教育会又扮 教育会下面又扮 工人又扮 商人又扮 妇女又扮 蔡隆又扮 天主教会又扮 基督教会又扮 结果全部都扮了很多学校 官校都扮了一两间 最令我们怀念的是十月一日 我们有很多外国庆祝的活动 但是澳门有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十天之内三个叫做国庆 牌楼搭到很漂亮很漂亮 都要拆了 因为十月五号就不过国庆了 再五日又到 这个掌帮人士他们又要搞了 看过澳门的牌楼的他请他手 更少了 我记得我曾经展示过给某个团体 所以他们以轮到 我不能再立刻按键 要让他们继续以轮 这个都是很美丽的回忆 那些美术界人士 搭棚工人 电器工人 他不是先做 我们先做 因为我做宣传部 宣传部又如何搜集很多资料 交给领导人 那些领导人就去研究一个 今年宣传中心什么呢 爱好和平 或者今年激光分红 今年是南京长江大铁橋 这样 就是大炼光天 卫星上天 所以为什么澳门每天这么爱国呢 不懂得看书的文盲也好 他看牌楼都知道国家做了什么事 当然天安门每天都有的 连年都有的 好了 我们在那个时候都还是很穷的 所以就要办好很多学校 那时候又要整天筹款 澳门有个名字叫慈善负 好 我们这么穷 我们人工这么低 我们经常要捐钱 天主教就扮了九家十七间学校 基督教学校就扮了九间学校 所有的社团就扮了二十一间学校 政府就扮多两间叫中学学校 那时候你就因为河东着事捐钱出来 当时中华教育会面对这样的困境 我们都是要开始会员的福利 希望用团结自救的精神 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你们信不信 我们困难又怎样 有些老师晚上要去踩单车的 甚至有老师去埋血的 有老师上五十堂一个礼拜 我们都很怀念 谭立明校长是中华教育会的理事长 他为我们开展了很多福利工作 也得到很多机构医生的照顾 我做宣教部 我们的稿费都是捐出来做福利金的 同时我们又不用钱了 因为有很多人支持我们 登了一些广告 我们又可以维持 还有我们的缘货本 很多学校一起用 那些得到的收益 全部都捐给福利金的 虽然我们是这么困难 但我们可以开展很多工作 我们可以办到一个全澳的运动会 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回 当年用的 同时我们的女子篮球队 都曾经拿过全澳冠军 我们还可以有胆 在澳门差不多都很少有一个团体 一个穷教师的团体筹款去见自己永久的会子 都做了很多事 到1966年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血案 就是肯仔居民办校被奥托迫害 然后酿成全澳的一个血案 就是123的斗争 就是要从肯仔办校1115这个事件开始 只是一个这件事都可以讲完今天的时间 所以只能够和大家是这样覆一覆集一下 当时我们中华教育会全体教师 都是坚决站在肯仔同胞那方面 这也不只是我们站 全澳门也非常憤慨 也得到祖国人民的支持 结果我们的斗争又被葡萄牙的殖民主义 进一步击海 出现了123斗争 123斗争我记忆中都是几十人受伤 我都是在镜毛医院住过的人 后来他就出道戒严 出道开窗 我有两个家长 一个家长就是做小贩的 是小贩工会主席 另一个家长就是职业司机的主席 这两个后来我都访问过他 小贩就要告诉所有的小贩听 在澳东府里面 军警打师生 踢他下来 大家非常愤慨 为了救师生 为了实债 这个澳东府门口 司机把自己的白衣衫摸下来 用红墨水写个红十字 插在自己的车头上 拿着个麦子 车去到哪儿宣传到哪儿 所以很犯罪全澳门都知道在澳东府里面打师生 结果万人空寒 将同长都扯了下来 结果那天打死这场打死了十一个人 伤了212个人 62个人遭受底部 这是123事件 123反迫害的斗争 但是呢 因为我们坚决斗争 大家又熟悉历史 哪几样东西可以制到澳国人 所以我们就采取三不制裁 不纳税 不为澳人服务 不卖物品给澳人 所以他连早餐午餐晚餐都吃 结果他们要投降了 我们就取得了胜利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当地的最高官员要向我们递交投降书 那时候呢 香港的教师就身金高 中铁高 上货节数 三十六节左右 讲真上货的节数呢 教师的上货的节数呢 合理 但是呢 教师的申筹亦是很低 澳门就最不幸 上货呢 就比香港少三四次 但是新金呢 就跟广州又差不多 那两个不好的东西我们都有齐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华教育会 就要为澳门的教师呢 是争取合理的工作条件 和合理的权益 所以香港呢 有四百所中学 中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呢 仅得六所 澳门的中文中学呢 是佔了百分之八十 香港教育 英文是绝对优势 澳门的图文 准管在浦国人管治下 官方说 你不教澳门 我就一个孙都不给你 但是澳门仍然是劣势 我对这件事呢 我都很自豪 这个就是 毛主席说过 在殖民地下面的知识分子 最可宝贵的性格 我们争取合理的权益 是取得社会的共识 这些社会 如果要讲这些 就不讲得那么多了 只是简单给大家知道一下 政府知道我们要免费教育 义务教育 于是就说可以 教澳门 因为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我们是根据 澳国专家的意见 根据天主教的意见 根据澳门大学 林达光校长的意见 我们认为 如果在幼稚园开始办 澳宇一定毁坏我们的教育 而且回归在继 我一定要教普通话 因此 我们只是和政府配合 搞初中 已经有三分一的学生 选读澳宇 是历史最高记录 但是他不愿意逼我们 从幼稚园开始 澳宇必修 而且要立法 将来回归之后都要照样办 否则你就违法 所以这个斗争是坚持了十年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也很感激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 做了一个五个城市的调查 充分的理据数据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非常好 能够大家的合作 能够做到 我们在理论上 能够说服全澳门的同胞 所有的报纸都来支持我们 甚至连政府里面 比较开明的官员都支持我们 我们得到祖国的关怀 我们就办了 这个华南师范大学 在澳门的课程 使得我们用十多年的时间 使得澳门只有少数人 是达到这个标准 而至到百分之一百 是能够符合教师的最高的学历要求 这个也是祖国的关怀分不开的 但是那时候开始 我们已经和四、五、五年 胜利后的 澳门政府的 比较开明的官员 充诚合作 做了大量的事 所以今次很奇怪 我说你听 我拿了这个名语博士的时候 我就和我教育会的朋友说 和澳门的教师说 你们也有份的 因为我所做的事 大家一起做的 连当年政府的教育高官 施以联 他都说他也有份 因为我个人的博士他有份 为什么 一起做事 大家合作 所以我们得到得到多助 结果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 争取到比较合法的权益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爱国团结这个四个字威力很大 尽管我们今天说要很多用努力的地方 但是在爱国团结的底下 无往不惜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好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是 因为这个就是浦国的专家他们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 就拿到很多理据来说明 我们不能够在幼稚园开始教浦语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教称局都应该好好地再学一下这本书 用这本书的思想来开展浦语教育 那澳门的浦语教育才可以发展 这本是禁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有看过没有 我又关门 我们和天主教联合发表了一个叫做两会联合声明 我记得当时中国有个叫做联合声明 那人经常说两会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以后都很多人说 就是这个联合声明取得了团结的威力 当时我们的不倚文理事长 我这个副理事长都曾经被蒲国人辱骂 说我们反对什么 那很可惜 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不了解情况 还在骂我 说我原本当年不反对 今天澳门很多浦语鱼牛猜 晒气 根本无教肆 这些教肆都不负责任 不是我说的 工水箱大臣说的 那所以呢 浦语也是要开展 我不反对 但是这个有好的方法 不是盲目的政治化 那最后怎样成为呢 是我们郭大使 郭家领大使说 不值得强劳 这些影响到 豪国最高的官员 总理施华高来到澳门 也对记者说不值得强劳 结果呢 我们就取得全力的胜利 最后呢 一直到1995年 那个普及及倾向的免费教育呢 才能够实施 到回归之后呢 我们实施15年免费教育呢 应该在邻近地区里面呢 我们就赢了 我们走过头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争取教师合理的工作 保证教学的品质 这方面呢 也得到大家呢 很多的支持 那刚才都讲了 那我们官民都同心 教师的工作呢 就走合合理化 这个就是说到呢 2003年了 崔世安做司长的时候呢 我就跟天主教联合 提出一个科案呢 是得到崔司长的哲理 今天呢 更有改进 那这就是今天的教签局呢 他们的功劳了 现在连续到呢 中小学的教师 他们的上课截数呢 是比较合理 16、18节 甚至到幼稚园呢 23节就为之满节了 不过我们幼稚园的老师 都很负责的 也由朝到晚全面负责 那半个世纪 五个阶段 两代人的努力 才能够扭转五共教学这个宿命 每一个阶段 教育会呢 都跟大家商量 跟学校商量 跟全体的会员商量 向社会呢 是要求这个支持 所以啊 啊 我们必须继承 爱国团结 这个光明的传统 从同舟共济 走向同舟共同 我们很高兴 就是澳门人做了有益的事 不单只跟自己同舟同舟共济 而且甚至跟全世界人民一起同舟共济 这个精神呢 是可加的 希望能够发若光大 原来喔 多谢他们 教育 非常分享